想到这里,魏无羡忽然想到了一个点子,你们前缘是怎么分辨昆泽没有被标记或者未截履的? 蓝忘机,气味和看昆泽身上的授闻。 魏无羡,授闻我知道,可是气味是什么?是和他们那个世界一样,闻信息素的味道吗? 蓝忘机,前缘的对于气味是很敏感的,如果你没有被标记,那身上的气味就会闻起来很舒适,很倾向。 蓝忘机想了想,又换了一种解释道,类似于有诱惑意味的气味,越是拥有前缘少的昆泽气味便越是清甜。 对于没有截履的昆泽来说,他们所散发的气味更是让人疯狂。 在这个狼多肉少的兽人世界,昆泽就是前缘的身份象征。 越厉害的前缘,所得到的昆泽也会越漂亮。 反之,越漂亮的昆泽他所拥有的前缘也会更厉害,更多。 魏无羡不能体会他的心酸,蓝忘机也不会理解他的顾虑。 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,他们需要时间的融合。 魏无羡已经接受了大部分的设定, 可是唯独这个,一直耿耿于怀。 他做不到像这里的昆泽一样,为了权力和地位,强制性地贪婪地占夺前缘, 然后毫无目的地繁衍再繁衍。 这是牲畜才会干的事情。 毫无感情基础所生下来的孩子,就是动物的结合物。 他是人,一个拥有现代思想的人, 他不能为了保命去违背自己的信仰。 魏无羡轻声道,我想离开这里,去一个更大的地方。 蓝忘机闻言,立马放下了手中柴火, 目愣地抬头,好一会都没有回答, 只是在末了道了一句,听你的。 山林中四处都充满了危险, 但是在寿城中却又是另一种的危险。 一个明面,一个暗面。 早上,蓝忘机把山洞里的东西收拾干净, 随后装进空间戒指里,一并带走。 临走时,魏无羡犹豫地走到他面前, 几度张口都没有说出来话。 蓝忘机将东西放好,随后道,放松,一会就好。 魏无羡有些尴尬道, 哦,好,那我, 找一块平稳的地方躺着让你来。 他没有去追问蓝忘机什么是气味标记, 只是觉得这样做没有错, 是有道理的。 大致和他印象里的临时标记是差不多的意思, 只是流程不一样。 蓝忘机嗡了声, 带着他去了外面那块他经常编织寿衣的石头上。 虽然两人昨天晚上刚吵过, 可今天谁也不提, 又如同和往日一般。 看着蓝忘机那张清冷的脸, 不由地抓住他的袖子, 小声问道, 这个标记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? 蓝忘机不撒谎, 如实回答道, 嗯,会让我对你更加依赖。 一听这话, 魏无羡立马就睁大了眼睛, 神,什么? 他推开蓝忘机本就抱地不紧的手臂, 少许气愤地小骂他道, 你是不是傻呀? 这和往自己身上套缰绳有什么区别? 蓝忘机再次不作声, 他本以为这气味标记只是象征着自己被这蛇兽气味标记过了, 可是没想到还有这一层意思。 魏无羡抛出问题, 那自然是要问到底的。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没有告诉我的? 这个标记他们已经在之前就标记过一次了, 那时候他不懂就莫名其妙地同意了。 现在这么看来, 蓝忘机指定是受了那一次的影响。 魏无羡回想着之前, 思绪飘忽起来, 不由一惊, 所以才会有缺氧和晕厥的症状。 蓝忘机知错地低下头, 承认下了这件事情。 魏无羡抚住头, 半想又纳闷道, 那为什么我没有受到影响? 除了过程中和结束后, 有点缓不过来, 好像其他的也没有异常。 蓝忘机萌萌地抬头,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说他些什么。 这种事情按理说不需要教昆泽就会知道的, 怎么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蓝忘机耐心解释道, 你是昆泽, 自然不会有影响。 这个世界就是这般不公平, 连同这些事情也一样, 它们不会受到任何负面影响, 反而对于前缘来说, 则是致命的。 既然对自己不算是什么坏事, 又能更好地保护自己, 魏无羡那肯定没有其他的话说, 只是魏无羡替蓝忘机感到不值。 那时候, 我们才认识几天啊, 你就这么轻易地给我打上标记, 万一你以后挣脱不掉, 那岂不是要毁在我手上了? 他才不要做这个恶人, 要是真把人家的未来搞没了, 他是要受到良心的谴责的。 蓝忘机倒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, 轻描淡写道, 我没有想这么多。 能遇到一个未竭吕的昆泽, 就已经走了八辈子运气了, 哪里还想得到那么多。 况且, 他这么好看, 觉察到他的目光不对劲, 魏无羡不由地咽了咽口水, 你看我干嘛。 蓝忘机轻摇头道, 还标记吗? 魏无羡, 气味标记。 你不是说对你有那个吗? 你还来啊? 蓝忘机, 无事。 本主说无事, 可他这个受益者却承受不住了, 那也太对不住你了。 我魏无羡不是什么喜欢占人便宜的人,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? 除了交配的事情, 别的都能谈。 蓝忘机, 思索片刻, 蓝忘机盯着他的脖梗发了呆, 半想, 蓝忘机道, 可以, 给我咬一口吗? 魏无羡, 啊。 他顺着蓝忘机的目光看过去, 正直勾勾地, 看到人在看自己的脖子。 魏无羡, 脖子, 你要吸我的血, 吸血鬼。 魏无羡敢忙捂住道, 不行, 你这么大个头, 把我吸干了怎么办? 蓝忘机, 此刻的蓝忘机才真的明白了一件事情, 那就是他可以准确确认他面前的这个昆泽, 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可谓是一无所知。 蓝忘机, 我是蛇, 不需要细血。 魏无羡疑惑地恩了一声, 随即问道, 那你咬我的脖子做什么? 蓝忘机, 对你没坏处, 况且你说除了交配, 都可以谈。 突然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无力感, 魏无羡摸了摸自己的脖梗, 心中默念, 我的小脖子啊, 先牺牲一下你, 挺住。 魏无羡深吸一口气, 闭上眼睛, 如同赴死般道, 来吧。 静默许久, 魏无羡咬着牙等待着, 心里坦可地不停快速跳动, 直到这样的凌迟, 在他蛇心子舔上来时才结束。 魏无羡依旧闭着眼问道, 不是说咬吗? 蓝旺鸡耐心解释道, 这样不会留有伤口, 你也不会痛。 他的蛇心子上有一种特殊, 在捕捉到猎物的时候可以快速使其麻痹, 当然, 如果分量小的话, 就能有麻药的作用。 扑斥一声, 锋利的尖牙刺破进他的脖梗, 魏无羡呼了一声出来, 刚要本能地推开他, 下一秒就被他死死地按在怀里, 只不过眨眼间, 那脖子处就泛起了红肿。